1989年6月4日 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段6月4日 當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片段 這是中共官媒向全國觀眾播出的 唯一一段六四屠殺影片 算是天安門拼包取得勝利 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在坦克的包圍中 成千上萬的學生在黑暗中被棍棒 和槍托區趕著離開廣場 他們高唱著《共產主義國際歌》 外國人會猜疑為何被中共坦克衝鋒槍鎮壓的學生們 要高唱《共產主義戰歌》《國際歌》 這真是中國人的悲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隔了中國文化的命 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化領域一片荒蕪 那些中國人誠言勇敢、純真、可敬 但在黨文化的教育下 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教育成 只知道共產主義 除了國際歌和其他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 就再沒有歌可以唱了 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中國人 除了文革的一套手段什麼都不懂 34年過去了 今天的中國面臨二次文革 中共對文化領域監控力度不斷提升 多省、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隊伍 舉行統一著裝儀式 執法人員高調良上 這些統一著裝的文館制服 是不是讓你賞起紅衛兵帶來的紅袖章呢? 莫勸策掌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城館、管市用市貌 農館、管農村農民 文館管什麼? 據中共官方介紹 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隊伍 針對文化、旅遊、文物出版、廣播電視、電影市場 進行行政處罰、行政檢查和行政強制執法 2018年中共就在機構改革方案中 提及了組建文化執法隊伍 一年後各地相繼成立了文化市場行政執法隊 有消息人士說 中共中央宣傳部 組織了多方面的人去朝鮮隨經 重點學朝鮮的意識形態 對文化領域的管理 可能想嘗試像朝鮮那樣對意識形態進行控制 中共最近又舉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 習近平發虛賀信 表示要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6月2日 習近平在蔡奇主持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再次強調要負擔起新的文化使命 學者認為中共近期一連串的動作顯示二次文革來了 習近平所說的新的文化使命是什麼呢? 我們從中共黨媒的文字中是看不懂這些新詞新說法的 要理解所謂的新的文化使命 我們要看他們具體在做什麼 6月1日 習近平參觀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 指示要將《三紅一創》《青山寶林》等老作品拿出來放 老一輩的人可能都知道《三紅一創》《青山寶林》就是指 《紅岩》《紅日》《紅旗袍》《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 林海說完 這些都是紅色經典 革命意識形態非常顯著的作品 現在拿出來回顧 讓人們亦苦思甜嗎? 亦說還要昨日重現呢? 大家應該還記得前不久《笑果文化》的遭遇李浩錫說了八個字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就被封殺 之後中國大陸多家脫口手團體被牽連 不是李浩錫和《笑果文化》真的有問題 而是中共的《新文甲》需要一個殺雞儆猴的製品 只能說《笑果文化》撞到窗口上 從近期中共一系列針對文化領域的系統活動 可以提出一場政治文化運動《文革2.0》已經在路上 中共已經啟動一場針對全體中國人的政治運動 目的就是為了維持黨的統治地位 通過對全體中國人離一場中共黨文化大洗腦 再次對中華文化進行散改、扭曲 甘絕和徹底的破壞 文化大革命曾經被定義為十年浩劫 無數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人最終得以平反申冤 然而在經歷55年之後 被批判的文革其手 江青竟然目前煽化不斷 甚至有團體舉辦大型座談會 呼籲為文革平反又重新定義這場文革 並不是這些人真是認好文革 而是他們聞到了一些風向 習近平和他身邊的人正在醞釀一場新的文革 習近平在建黨百年學黨史教育動員大會上 日錐定音 新版黨史派出爭議 正式將文革 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個會為中國和中國人帶來怎樣的後果 習近平為何要重走文革路路 我們先來講一下 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發起的 有人說文革是中共針對自己人 針對中共幹部的一場運動 中共為何要迫害自己人 那些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的人 很多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和追隨者 比如 陶珠對中共一貫忠誠連結致律 及為何會被中共無情迫害致死 如果要追溯更深層的原因 我說 是因為他身上有人民的血債 1950年陶珠時任廣東省委書記 要求土改、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或煽殺地主要將華僑海外財產液算在內 地主不夠用富龍中龍頂替 一年幾十萬人投落地 還殺了當地近萬名不願殺人的中共幹部 現在看幾乎全部是冤案 這樣的人在文革中被整 你覺得他冤不冤呢? 一點也不冤 大約進後的四清運動 是中共拋出農村基層幹部為代罪羔羊 讓從飢餓死亡線上爬出來的廣大農民洩憤 專家矛盾、書解社會矛盾的自救 那成女人呢? 成真人仍餓死不少 只不過是分散性地餓死 成真人也是從飢餓的死亡恐怖中掙扎過來的 他們對幹部家庭的楊尊處幼 特殊化同樣軟行自身 他們壓抑的憤怒該如何宣洩? 於是 毛澤東利用他們的憤怒發動文革 煽動百姓造反奪權 是中央奪了劉少奇的權 也對中央到地方的官員來一次大清洗 凡是欺壓過人民的幹部 大躍進搞浮誇風 騙政職架 搞特殊化的 基本都被人民打到批鬥了 所以 文革也是中共在城鎮的斷尾求生 犧牲自己的各級官員 轉嫁矛盾 讓那些低層的官員成為聖真人民涉份的對象 從而保存自己 那些緊跟中共的官員 應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不是越跟緊中共的運動就越穩固 不是跟著中共成為迫害者 你就會安全 罪業所指 天罰必至 只要手上有血債 天罰一定理 那些追隨中共迫害人民的官員 以腐敗的罪名落馬 都只是表象 只是給大眾的一種合理解釋 而更深層的天理 是他們迫害人民的罪業被追溯 習近平今天面臨同樣的社會矛盾 經過六死屠城江澤民貪腐治國 迫害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團體 習近平在疫情期間的野蠻清零 導致貧富懸殊家劇 官民越來越對立 這幾年 人民怒火中燒、民怨沸騰 對中共殘暴統治越來越不滿 那對中共政權構成了極大威脅 這些抑壓的憤怒如何宣洩 習近平為了保黨保自身 在必要時刻就會斷美求生 犧牲中共各級官員 轉嫁矛盾 讓人民虧粉 這是習近平對文革 情有獨鍾的原因之一 其實習近平發動反腐運動 有岸跌立 倒查30年 也有異曲同工的作用 除了黨派之爭 也可以為他轉嫁矛盾 當然這些事情能發生 也是他們做盡壞事後的惡報 另外 文革是一場毛澤東從文化領域入手 靠紅衛兵一步步奪回權力的運動 毛澤東作為1950年震反土改運動的發動者 獨讀者和推動者 引起各方不滿 民怨日益深重 1953年12月 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 自己退居二線開始放權 1959年4月 劉少奇正式當選為國家主席 成為有實權的黨魁 毛澤東退居二線後 還保留著中共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兩大權力 而劉少奇周恩來在漸漸掌握各項實權之際 大開向毛澤東進獻美女的綠燈 讓毛在奢華和享受中指造精神領袖 將軍委主席、中共主席 亦造成管不了事、管不了人的兇頭司令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的話 已經不被重視軍委主席有實權 是從鄧小平開始的 劉少奇的巧妙就是這裏 劉少奇無戰功 是靠吹捧神話毛澤東得到繼承人的位置 誰復他?特別是那些開國武將功臣 更不復他 你看劉少奇被毛在文革中打倒的時候 誰老須出來替劉說 既然不復他 那麼他怎麼主持實際工作? 他就靠打毛的旗號 將毛澤東施上場燈曼天響 人們都以為他是按毛的指示在台前做事 毛在幕後指揮他 以為他請示毛得到手行才做的 都以為他在執行毛的路線 實際上他是自己搞一套完全不同於毛的做法 對他異線的毛 儘管還是中共黨主席 但不斷被邊緣化 到1964年的時候 一次中央全體會議 毛要參加 鄧小平說不用了 劉少奇說參加可以但不好發現 毛已經完全失勢了 人心不在 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的行政體系 已經在實際行政權力上 將毛澤東駕空了 毛只作為精神領袖而議 行政體系大多數是劉少奇的人 毛想從黨務體系 行政體系奪回權力 已經不可能 所以他只能視機從文化領域入手 靠紅衛兵一步步奪回權力 今天的習近平可能同樣面臨當年毛澤東同樣的問題 權力受到威脅 經江澤民派系經營多年 中共官場上下 遍佈江澤民人馬 儘管習近平用反腐方式拿下一大批江派告官 習派現在只是在政治局裡有多數 但是在中央委員會層面還是很難說 因為一些人的淵源、升職的歷程 是習近平沒辦法把握的 很多人都是之前在江曾手中提拔的 這些人表面上雖然對習近平無限忠誠 但心裡怎麼想他並不知道 所以習近平心裡並不踏實 習近平來自中共高幹家庭 父親習仲勳被關大路 自己被迫到陝西插隊 這些親身經歷的文革迫害 對習近平很為黑骨銘心 所以令他非常熟悉 毛澤東文革中整人的那套伎倆 另外 據維企冠軍聶偉平回憶 習近平在八一學校解散後分到25宗 他們是同學 習和校外的老紅衛兵聯繫很多 在習的影響下 聶偉平也從逍遙派感情明顯地轉向老紅衛兵 並在1968年跟著習近平去參加老紅衛兵打群架 差點沒命 這些都說明 習近平對於文革那套整人手法是非常熟悉的 加上他身邊的那些人幾乎每一個都是從文革走過來的 沒有人懂得什麼民主自由 但是說起文革 都是親身經歷 頭頭是到 所以 習近平和他手下這幫人 為了奪權整人 清除政敵 活學活用 這就是習近平對文革 情有獨鍾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文革是針對中華文化精英的一場戰爭 知識分子被嚴重的迫害 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它的文化發展史 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 中共從建黨到現在 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 文革達到了登峰奏結的頂峰 真是企圖徹底夾了中國文化的命 有些人一直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 認為那些是造就中國人劣根性和勞性的原因 實際上這些是在這裡轉移中共的罪惡 我和文睿在節目中聊天講到韓國的文化和禮儀 那些都是來自中國古代 都是那些美好的成全 實際上 共產黨的哲學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截然相反 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 共產黨信奉無神論 無法無天主張戰天鬥地 儒家文化重視人者愛人 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 就必須要先讓它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 總是要先造成輿論 總要先造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中共其實也知道 他們那套從西方來的共產邪說 根本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 所以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將中華文化徹底摧毀 這樣馬列主義才能在中國登堂入室 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 中共將那套黨文化強制植入中國人的路裡 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 毒害了年輕一代 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 這種影響甚至深入骨髓 讓人覺察不到 比如有很多人在揭露中共的時候 也不可避免地會帶著黨文化的落孕 用了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我有個朋友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出生的 他說當年只是能夠看幾部樣板戲 在文革結束後 第一次聽到港台明星鄧麗軍播曲的時候 他感到大為震撼 沒想到歌曲居然可以唱得這麼舒情、溫柔 這位朋友在1989年六四當日 真是就是高唱著共產主義的國際歌 大意想言地和學生、北京市民 阻擋鎮壓部隊的軍車坦克 因為他實在沒有聽過其他歌曲 這就是被中共洗腦的結果 習近平想利用中共保住自己的權力 而中共也利用習近平苟然殘存 既然抱著中共不放手 從中共歷史中學習手段發動文革2.0 自然就成為習近平順理成章的一種本能選擇了 以後會不會場內的人都要退回去 只能夠聽樣板戲只允許唱國際歌 如果文革2.0在中國上演 中國人將會開始一場新的階級鬥爭 無論你是鬥別人或被人鬥 最終都是中共的犧牲品 中國人怎樣才能擺脫中共的洗腦 我想從不為中共站台 遠離中共的鬥爭哲學開始 認清楚這一點 有意識地從思想中去除掉 就好像聽著鄧麗君的歌曲一樣 做過純正家、心懷善念的人 或者才是中國人原本的模樣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